海德堡要理问答 是属灵教育的指南 帮助你认识基督信仰的缘由和内容 问题六十八 基督在新约中指定了多少种圣礼呢 回答两种 那就是洗礼和圣餐 在过去的问答当中 我们不断地提到有关于圣礼这件事情 不同的宗教都会有神圣的礼仪 在宗教的信仰历程当中 来彰显他们跟神的一个互动 但基督徒的圣礼呢 今天在问答当中说出来了 总共就只有两种 哪两样呢 就是洗礼和圣餐礼 为什么只有这两样 其他的难道都不行吗 可以 你可以有很多的宗教的活动 宗教的礼仪 在教会里面也可以发展出不同的 一种对神爱的一个体验 但是呢 我们从新约当中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要门徒们去做 或者要效法的呢 具体来讲就是洗礼和圣餐礼了 因为这两个礼仪都是耶稣跟门徒 互动当中所表明出来的 洗礼是借着这个洗礼来表明与神立约 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 作为生命的主 口里承认心里相信 而且信而受洗 圣餐礼仪是耶稣在最后晚餐 在月节的晚餐当中呢 告诉门徒说 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 还有其他教会发展不同的礼仪呢 都不算在所谓的耶稣基督的启示当中 因为呢 我们可以透过其他的一些礼仪 或者我们做一些其他的动作 来表明我们要回应神的爱 但是呢 圣经当中明确的 透过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的 就是洗礼和圣餐礼 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 有一些教会在洗礼和圣餐礼之外呢 还有一些来纪念或回应主的爱的一些礼仪 或者说一些活动 但我们不是说那些没有作用 但是我们明白看到 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启示 就是耶稣跟门徒的教训当中 提到的就是洗礼和圣餐礼 当然也有一些教会说 那洗脚礼啊 或是握手礼啊 或是有什么其他的礼呢 这也是个人领受的不同而已 但在问答当中 我们清楚的明白 基督在新约中指定了 洗礼和圣餐礼 其他的礼仪不是说不重要 但是呢 真正能够纪念主 回应神爱的就是透过这两个圣礼就足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